我先养了一条狗 啊,啊,咬住我了 啊,头,刮手,啊 昨天我和丽娜从那个乐乡到了麻麻乡 露营了一晚 这里就是一个演艺广场 今天早上呢 这边的防疫人员过来了 告诉我们 静默三天又是 就是哪里也不能去了 只能说让我们在这个广场呆着 呆三天 就是不能出那个大门了 相当于是隔离了 丽娜,有什么感受 我是觉得咱们国家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我们昨天刚把车停在这儿 没有二十分钟 就制服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就过来了 然后调查了我们所有的信息 然后啊,今天又是另外一帮人 又过来劝导我们 让我们不要到处乱跑 因为在之前在乐乡那个地方 是人家让我们离开 我们才离开的 嗯,在这个地方也是天天查的 有一点点严格吧 一趟又一趟 工作人员挺辛苦的 特别辛苦 一会儿还有专门做核酸的工作人员 过来亲自上门给我们做核酸 走吧 去野狼谷吧 这儿也不让呆了 就是脱离这边的群众 就是别让群众看着咱们就行 那个有人的地方摆着 对 走,收拾收拾吧 这里也不能摆了 然后刚刚坐完喝酸吧 我去找个地方打点水去 打完水我们就去山上了 找个无人的地方吧 唉,太麻烦了 还得去那边打水去 刚才路过一个接水的地方 给孟公打个电话让他别接了 我接吧 喂,孟公 我找到接水的地方了 你别接了 我就不接了 嗯,嗯,嗯 那儿等着吧 好啊,我 行了,我说在这边等着你吧 嗯 唉,水管 水管,怎么了 我还洗完了 好的 这个水管能拉长吗 不成 不能拉长 那我倒过来是吧 唉,你好,这水能喝吧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对 可以的 给我连人一车了 小心 这个是自来水定化的 又自然中化的 这个是山上的水 山上的潜水吗 对 不是自来水定化的 嗯 刚才丽娜找到接水的地方了 我就不用接了 我就在这个野狼谷的入口等着他 哎呀 本来这个地方 露营挺好的 离这镇也近 打电 打电话送菜也方便 就是这个标志 野狼谷往上走 荒山野岭没人的地方 这边的 防疫人员 意思就是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让我们待着 嗯 就是不让这边的群众看到我们 嗯 昨天我们来了 好像就是被举报了 说美式游客呀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今天就来 让我们去山上 你先上吧 其实在这山上也可以 也是为了不给这边的 群众 还有那防疫人员添乱 是不是 那防疫人员也给我说了 就是第二天做核酸的话 会给我没打电话 他们上来给我们做核酸 看着这路 哎哟 哇 老爽了 哦 他还是还技术还是可以的 这边就是野狼谷了 应该是 那倒是不是有野狼呢 可别呀 现在我们到达这个野狼谷了 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由于这边的路是斜的 它往下斜 我用那个砖头把个咕咕给垫起来了 这样还高一点 这里呢 还有一个山中的大哥 他在这里避暑 待了一个星期了 现在是12点多了 准备做饭了 这是昨天立大买的东西 可能是 想把这鸡腿给堆了吧 在这里啊 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 我就等不及要出发 在你离开前我要去拆一束 最先盛开的歌丧花 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 就让花儿提着我陪你吧 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 你走吧 不用再等我了 其实我知道这已是缘分尽了 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 明知道不能陪你去走完一生 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 不归老天又收回我的芳华 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 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 你那里也下雪了吧 山上的雪越小越大 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 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 可我不该心就这么倒下 我的脚步已经走不动了 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 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 我身太慢的散发 现在先把这肉煮一遍 把这雪末煮出来 这个鸡肉先用高压锅炖熟了 然后再用一拿那个小锅加作料 再炖一炖就可以了 现在把鸡肉炖上了 然后再切点那个豆干 现在把饭做好了 然后蒸的米饭 怎么样 是话是说吗 说吧 反正看你做饭挺心累的 然后呢 然后吧 你就是 哎呀 下次还是买条料包做就行了 哎呀 这里是真不错呀 还有水 水不用愁了 直接拿在这里冲就行 水不出去了 就在这洗就行了 这个是山上的水 等这来个漂流多好 盆下去了 一会儿去家伴看看能不能漂流 好 这里信号太差太差了 一会儿二G一会儿四G 网络的话就是两个儿信号 得来回走多走动 被赶到这个地方 有点难了 电信稍微有点 移动 移动应该是好点 连通是 一点网都没有 这里就是我们四辆车 都是旅游的 被困在这里 然后这个路啊 它比较偏斜 我就把这个车沟路给垫起来了 我感觉这边有点高了 不垫的话 睡觉就滚下去了 野狼鼓啊 这车只能听到这个方位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 需要走路上去 就是一个峡谷似的吧 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看看这个指示牌啊 就有个良盛电影杯 莲花生大师的灶台 一个修修凳 再上去就是观景台了 应该就是在上面呢 我感觉没啥意思 还没说二十几分钟 就上去了 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可以走 也可能会在这个沟里边 来个三天几天的吧 吃饭用水倒是不担心了 菜什么的 昨天都买好了 然后水他们这边的人 你说了就是在那里啊 这水可以喝的 还可以那个洗衣服什么 没问题啊 这如果发视频去 得要往下走 走一段吧 大概一两公里 估计信号就好了 不知道这上边 信号这么不好 早知道这么不好 就不来这了 就直接在下边一点 那边有屋子什么的 那边应该也可以的 好了 不说了 今天就这样吧 由于这疫情原因 没有办法 也不能给他们镇上 那个人添乱 是不是 就在这山上待个几天吧 好